大家好,我是刘亦 萝卜丸子相信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喜欢吃 今天教大家做一个比萝卜丸子还要简单 而且又好吃的萝卜酥 这个在饭店基本上作作弊点 酥脆不腻,越嚼越香 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零食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 你一定能够学会,保证比饭店的还要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来准备青萝卜 一定要挑选这种新鲜水分足的 吃起来口感才脆嫩一些 把表面的泥沙先清洗干净 再用削皮刀,把这些不好的削掉就可以了 萝卜皮不用削得太干净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一些 接下来改刀切成片 这个稍微要切薄一点 大概一块钱硬币的厚度 切成片后再白马整齐 推成一个小斜面 这样在切的时候更好切 不会伤到手 然后切成粗细均匀的丝 当然这一步嫌麻烦的朋友 也可以用擦湿器直接擦成细丝 全部切好后装入盆中 接着来准备小料 生姜适量先切成片 再切成丝 最后切成姜末 大葱一小节切成葱花 没有大葱的 用小葱也可以 香菜两颗清洗干净 也是改刀切碎 放入这几样 主要是增加香味 全部切好后装入小盆中 接着来起锅烧水 汆烫萝卜丝 放入少许的食盐增加底味 而且还可以减少营养的流失 水开后倒入萝卜丝 开锅后保持中火 煮至40秒钟左右 这个目的主要是去除 萝卜里面的一些辛辣气味 而且这样成型好看 不易锻炼 然后用漏勺捞出 倒入冷水中 用手搅动几下 稍微凉透就可以捞出来了 然后挤干水分 把水分挤干后 再次装入盆中 放入切碎的姜葱和香菜 接着来调味 放入适量的盐 半勺的胡椒粉和四山香 增加香味 一勺的麻辣鲜 增香提味 再放入少许的香油 增加香味 接着用筷子 先慢慢的把这些料 搅拌均匀 再打入一个正经的母鸡蛋 用筷子搅拌几下 增加鲜嫩的口感 搅匀后 放入一勺的普通面粉 再放入半勺的玉米淀粉 有条件的 还可以放入半勺的无铝泡打粉 这个主要是增加蓬松酥脆的口感 没有的也可以不放 接着用手向一个方向 慢慢的把这几样粉 抓拌至融合 这个粉的量切就不要太多 要不然吃着口感容易偏硬 像这样薄薄一层 刚好起粘性就可以了 准备好后 接下来起锅烧油 开始炸制 油温烧至四层热 也就是120度左右 手离油面大概三寸左右 有些烫就可以了 油温切就不要太高 要不然外边炸焦了 里边还没有炸熟 但是油温也不要太低 要不然很容易粘锅 扶底 像这样揪出一小块 慢慢的放入锅中 下的时候手一定要离油面低一点 如果炸制的比较多 最好是分两锅炸 这样受热均匀 不会粘连 炸出一部分先捞出来 再用同样的方法 把剩下的下入锅中 待全部下完后 先静止五秒钟左右 再倒入提前炸过的一起炸制 继续保持中小火 炸制大概两分钟左右 把萝卜先炸熟炸透 做这个最好是要复杂一次 目的是去除一些多余的油脂 而且吃起来口感外酥里嫩 捞出后等油温升至六成热 再次倒入锅中 这时候火候要大一点 保持大火炸至大概三十秒钟左右 炸制都漂浮在油面 颜色黄亮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喜欢吃口感更偏干脆一点的 时间就稍微炸长一点 然后用漏勺捞出 听下这声音是不是特别的酥脆 控干油后装入盘中 像这样做出的萝卜酥 比萝卜丸子简单多了 关键是吃起来非常的酥脆 越嚼越香 过年了 年夜饭的餐桌一定要炸上这么一盘 家人都特别喜欢吃 这样一道干香酥脆 好吃不油腻的萝卜酥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评论 转发收藏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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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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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